为了让新世代更认识花生 推广云林在地农产 云林县政府辅导在地的三大农会 共同举办云林花生祭系列活动 活动自11月底连续举办三个周末 由各农会接棒来登场 县长张立善就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让花生成为民众的日常 更让民众知道花生的各种传统 以及新奇吃法和应用 为了推广云林花生 县府结合园长香农会 湖北镇农会 北港镇农会 共同举办云林花生祭活动 活动将在11月底起 连续三个周末举办 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 我们即将在112年举办云林花生祭 结合了我们湖北镇农会 园长香农会 以及北港镇农会 这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产地 11月25号26号 来到我们园长香农会 12月2号跟12月9号 都来到我们湖北镇的农会 再来就是到北港 拔杯 你可以拿到我们好式花生的产品 在这里邀请大家 连续三周都可以来到我们云林县 三个农会在云林花生祭中 也和在地特色做结合 推出各种特别的花生产品 像园长香农会 推出花生泡芙 花生拿铁 北港镇农会推出花生乳酪蛋糕 湖北镇农会推出的花生油等等 湖北镇农会本身透过产销履历 甚至透过ISO认证 我想非常难得的一个花生品牌 我们原厂农会 也打出我们自己的品牌 不只是跟我们的拿铁咖啡 花生拿铁咖啡来结合 包括我们炸鸡淋上这个花生酱 那还有鸟语花香 我们红珍珠的这个花生 现在都是新的产品推出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热爱 那我们北港镇 在我们这个总干事的这个推动之下 他们也跟了这个乳酪蛋糕来结合 我想这些好的产品都可以介绍给大家 除了园长香 湖北镇 北港镇外 云林县还有一个花生产量很高的香镇 那就是土库镇 这次因为土库镇农会 还没有花生加工产品推出 因此无缘这次的活动 县府希望下一次 土库镇农会能一起共襄盛举 我们英尼是地层下线区 那汉座是一个很重要的产物 花生也是我们英尼县最大的产物 所以土库也是来我们地层下线重要区 所以我们也在推广这个汉座的作物 那土库的花生产量也蛮高的 土库农会本来想参与 因为他们的产品还没有研发 所以我们希望在明年可以看到 土库农会来共同参与 我们这次花生季的活动 除了好吃的花生产品外 各农会也举办了各具特色的体验活动 民众若有兴趣欢迎至脸书查询 记者谢一称采访报道